今天《救救鞋子》舉行了第二次記者招待會 會上是David Sir Mr. Wing出席 也有嘉賓出席說說我們在過去那段時間收集到一些個案 現在聽David Sir說有二十幾個個案 我們正在跟進 而我們知道是可立小學沒有把鴉片戰爭說成英國人想為中人戒煙 根據現在我們所得的消息 老師已經離職了 到底是自己辭職一億或是被解僱 也有記者知道消息之後就去跟進 好事來的 我覺得無論在什麼情況都好 我們如果有一個檔案開了 即是我們有個案子開了 我們一定會跟大家說回那個結果如何 無論結果是好還是壞 我一定要跟大家報告 正正式去關閉我的個案子 大家就知道我們真的有一班義工 當然是香港的朋友 老業真的幫不了手 我希望香港的義工繼續努力 我們收集到一些這樣的消息之後 我們會跟進 跟進之後就可以跟大家說說結果如何 現在我們也知道很快樂 我們救救孩子的活動 又會開始有些活動 我們不只是負面的 我們有正面的 因為 最重要我們都是 希望在學校裏面 不要散播仇恨 仇恨 在香港 香港是一個中國的地方 愛國是必然的東西 這個不是任何地方的例外 所有地方的原因是要愛國 至於有人說 我們將個黨國不分 你可以分 你可以說我愛國 但不愛黨 這個沒有人監 你要愛國中國的共產黨 沒有人監 但起碼一樣東西 你要守回香港的法例 香港的法例之中 是不允許你到處破壞的 是不允許你 去到阻礙交通的 是不允許你去打人家的 是不允許你找磚頭扔死人的 是不允許你 放火燒人的 這些全部是暴行 這些是恐怖活動 跟你愛不愛國 完全沒有關係 你可以 愛國 不愛黨 沒有問題 但最重要的是 你起碼不要犯法 你不犯法 國家的國歌 國家的法律 就是國家的法律 你不喜歡 有本事你自己走去人大 經過人大代表 經過幾十年功夫 從下層一路 他們的外國之心 他們的工作 是有目共睹 才能爬到最頂的地方 我們不可以走 他們是三門面做事 絕對不是 人大那些所有的代表 是由低層一層一層做上去的 那個篩選的強度 比任何世界任何地方的篩選強度要強的 共產黨有成九千多萬會員 只有三千多個 入到人大代表 你可以想像一下 是多少選一才能入到 這幫人 全部非常有腦 非常能幹 他們為香港定的國安法 不用你愛不愛國黨 你只要愛國 你就會支持香港 不讓外國勢力干擾 你就應該支持 不要讓恐怖活動繼續在香港發生 更加不容許你顛覆國家 或者分裂國家 這些是完全的 任何國家 全世界所有地方都是一樣的 沒有例外的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了 現在中國幫香港定的國安法 很例外 其實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如果說起上來 那些所謂西方國家 他們的法力更嚴苛 我估計將來會出來的香港 國安法 當然現在 他還在這裏 剛剛 草議員 不應該 他們剛剛 現在七點多 剛剛是 有口水 休息的時候 那些人就公佈了 我們就知道 到底內容是怎樣 但我很相信 中國不需要用苛政 因為現在的中國政府 得到十四一人的支持 你們一小撮在那裏反對的 任何政府都有人反對的 你的反對有沒有理由 你的反對成不成立 有沒有人支持 答案就是沒有 很簡單 但是沒有 有一幫眼瞞心瞞的人 仍然認為 今天的中國政府 隨時會倒台 告訴大家 如果真的要倒台的話 有一個大國家的政府 真的會隨時倒台 因為他欠了很多外債 現在剛剛在過去 印了兩萬多億的美元出來 後面是完全沒有任何支撐的 這個國家更加危險 大家想清楚